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谢阎明 欢迎继续学习带你开发Tensflow人工智能应用 这一课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去自学Tensflow Tensflow它的最权威的资料 肯定是它的官网 也就是Tensflow.org这个官网 我们之前也已经稍微看过一下这个官网了 我们可以再去这个官网领略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官网呢 你如果拉到最下面 它可以有两个选择 就是它的语言可以切成英语或者简体中文 如果切成简体中文呢 它的页面就变成有一部分是中文了 但是目前这个官网还没有全部的翻译成中文 比如说如果你点菜单这里进去的话 它的页面其实还是英文的页面 希望谷歌在未来能够把整个的网页都翻译成中文 这样的话能方便我们中国的用户来学习 然后呢Tensflow它这边其实设计的非常好 你看它上面有各种的菜单 然后呢这里你可以搜索网站的一个内容 在最右边是可以直达它的一个GitHub的网页 然后这边就是Tensflow的一个在GitHub上的原代码 它存放的一个地址 如果我们回去可以看到这边呢有开始使用 如果你点击一下开始使用的话呢 它就会进入到这个菜单 develop这个菜单就是说开发这个菜单 然后在开发之前呢 我们可以点击install这个菜单去学习如何安装这个Tensflow 就它有在各个平台的安装的教程 比如说在乌邦队里面如何安装 它都有详细的解释 然后在MacOS 还有在Windows 还有如何从原代码去编译安装 它也可以介绍Tensflow怎么样去用Java来开发 用Go语言来开发 或者用C++之类的语言来开发 然后develop这个菜单呢 它是主要是介绍如何为开发者来提供一些教程啊 开发者应该怎么去了解这个Tensflow 比如说它这边有很多的子菜单 它有Get Started 就是说开始了解一下这个Tensflow 基本的一些组成 一些概念 然后呢就Programs Guide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的 虽然是英文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页面 比如说点击 鼠标右键 然后呢 选择翻成中文 假如说你是Chrome浏览器的话 是非常方便有这个选项 它马上就把这个页面都翻成中文了 当然可能翻译的有一些不是很准确 但是基本上大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你也可以回到那个原先的英文的页面 在Programmer Guiders里面 它就是有介绍了基本的Tensflow的一些架构啊 一些元素 然后如何使用 都很详细的介绍了 推荐大家 如果你要开发Tensflow的话 是把这边都最好能够读一遍 它这里还有一个Tutorial子 就是教程 它也演示了 应该怎么用一些Tensflow的一些场景 Formance这个菜单呢 它是主要讲解了如何提高Tensflow的一个性能 如何让它在高并发或者是一些分布式的上面能够性能更加提高 然后Mobile这个菜单 Mobile我们知道是移动的意思 它是介绍Tensflow如何在手机移动端 平板电脑这样的地方去开发 它是有那个Tensflow Lite 新的一个库 然后呢 它这个主菜单里面 这个API 可以看到目前显示是API R1.4就是说是API的Release的1.4版本 就是它的1.4的发布版 目前我做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Tensflow它是1.4版本 是最新版 然后呢 这个API里面 它就是说是它的应用程序的那个接口嘛 然后API的一些文档 可以看到它API有分Python的API 还有C++的API 还有Java的API 还有Go的API 还有Tensflow的服务器的一个API 一般我们常用的还是Python的这个API 所以如果你点击这个下拉菜单 它就会显示所有的Python的API 然后你点击每一个进去的话 它就会进入到详细的那个页面 然后API里面你也可以去搜索 比如说我搜索Tensor 它就会显示 TF.Tensor这个1.4版本的参考页面 如果你点击进去呢 它就会直达那个1.4版本的Tensor 这个类的定义 其他的你也可以参考 类似的去看它的一个定义 比如说Variable 变量 你看到它会介绍这个变量 然后有视力 也非常的详细 就非常多的内容介绍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Tensflow的文档 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目前还是需要你英文的水平 还可以至少能看得懂 当然如果你英文水平不是那么好的话 你也可以用刚才我们的鼠标右键 点击翻译整个网页 翻成中文 来更好的帮助你理解 然后呢 可以点击显示原始网页 就又回到了英文的一个页面 我可以deploy deploy就介绍怎么部署Tensflow 到一些硬件的平台 比如说它distributed的Tensflow 就是分布式的Tensflow 是如何用Tensflow去开发分布式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程序 还有介绍how to runTensflow on Hadoop 就是在大数据的那个Hadoop那个平台 如何去运行Tensflow 然后还有Tensflow的一些serving的介绍 就是如何用Tensflow去构建一个服务的一个系统 还有extend 就是Tensflow的额外的一些扩展 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面比如说Tensflow的architectures 就是它的Tensflow的架构的一些描述 还有呢 如果你要自己去定制一些属于你的API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菜单里面的东西 这边还有一个箭头 你如果把它展开的话 它会有接下来的内容 比如说它的community 就是说Tensflow的一个社区 你可以点进去 Tensflow的一个社区 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会介绍 Tensflow社区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 它社区里的一些项目 还有Tadio versions 就是Tensflow的一个版本 就可以看到Tensflow各个的不同版本 然后呢 Tensflow的TFRC 就是一个Tensflow的researchly cloud 它的一个云平台 这个云平台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你要求去做一些云平台的一些开发 就可以用这个点进去看如何用 然后呢 去Tensflow学习方式有以下几种 首先官网是用于对Tensflow一个大体的基本的了解 官网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地方 因为所有的更新都是在官网里做的 其他地方一些中文的教程或者视频的一些教程 可能它不是最新的一个API 所以你如果要了解Tensflow最新的是特性 或者是API 你就一定要去官网看 然后呢 视频和书籍也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视频是非常适合入门 因为书籍可能一开始会让你觉得有点 学习的兴趣没有那么大 可能有点枯燥 但是视频的话可能比较能够让你快速的入门 然后也比较能够提起你的兴趣来 而且记得比较老 但是书籍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你要看一些技术的一些书籍 去了解一些详细的知识点 实战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实战是把之前你学到的各种知识 去通过实战来巩固你的一些理解 因为如果你不实战 你只看文档 只看视频的话 你是永远不能真正入门的 实战是真正的提高技术的手段 然后Tensflow我觉得它的学习的一个流程 应该是最好以这样的一个流程来学习 首先你要对人工智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课程里面已经说了 然后你要有一定的数学的知识 比如说之前我们说人工智能 它需要有数学知识 主要是有微积分 有线性代数 有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那么你就要去复习一下 以前的数学的一些知识 这些在网上你都可以搜索 线性代数和微积分的基础 还有概率论和统计 当然这些你也不需要学得太深入 你只要有一定基本的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了解 什么是机器学习 如何进行机器学习 这个我非常推荐 在YouTube上 有机器学习的一个课程 比如说这个CS156 它这个课程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Caltech Caltech的提供的这个课程 非常推荐 Machine Learning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课程 就是 就是吴文达 吴文达那个博士 他出的一个课程 比较老的一个课程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去那个网易的云课堂 或者是网易的公开课 也都能找到这个课程 后来文达他又重新录制了这个课程 他不是在课堂上拍摄的课程 他后来又重新录制了一个课程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这个课程 叫Machine Learning Coursera 就是文达在那个Coursera的 机器学习的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就是有107节 他讲了机器学习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推荐大家去看 Machine Learning is one of the most 然后呢 还有文达的Deep Learning的一个课程 也是非常推荐的 就是我们学完了机器学习之后 你了解机器学习是什么 你要学习一下什么是深度学习 就是Deep Learning 这个课程呢 是文达的 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的 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课程 文达也跟那个网易去合作了 开了一个同样的免费课程 可以在网易的这个云课堂里面找到 它是叫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 你可以免费的去注册网易的一个账号 然后登录这个课程 点击立即参加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课程去学习 它的视频还有课后的一些文档和练习 学完了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之后呢 你可以再去学习Tense Flow 这个时候你就完全有一个扎实的基础了 这样你再去看Tense Flow官网的一些知识的时候 会更加的容易理解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人工智能数学知识 机器学习 深度学 Tense Flow 这些知识也不是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 T度的一个来学习 你也可以穿插的一些进行 有些知识你可以同时进行 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一个了解 或者是数学知识的一个复习 你可以同时进行 然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你也可以同时去学习它 Tense Flow的知识 你也可以同时去学习 可以同时去学习 你 Message 你是什么 你 Sin 凌三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